国际最新消息来看以色列周日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超过十万人走上街头 地点在特拉维夫塞爆人潮 许多人是冒着风雨挥舞着国旗 痛骂要打倒无耻的独裁者 控诉去年12月才上任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示威者不满新组成的极右翼政府推出司法改革计划 让国会能轻易推翻最高法院裁决 不只是削弱司法甚至可能会摧毁民主 而传出当第一条主要高斯东路一度被封锁 警民爆发了激烈冲突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